台中有蠻多蠻厲害的brunch的早餐店 然後可能很多都是網美型的 就是吃裡面的裝潢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一間 它沒有那麼網美 不過是我們在台中的首選 因為呢 他這家的老闆啊 他是從澳洲蘭代學回來的 我們每次回來的話 基本上都會來吃一吃 它味道蠻道地的 有澳洲咖啡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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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旁邊都有 你有到他嗎 今天好忙 今天禮拜三耶 我們從他剛開幕就吃到現在 對 剛開幕就沒什麼人 到現在就是那個皮肉 這個整個爆忙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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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說噢 對 他剛剛說噢 噢 太厲害了 噢 噢 噢 出來了 這裡的裝飾有很多有澳洲的小細節 像是那個 那邊的那個牆上那個鳥 就是我們在澳洲的影片裡面有出現的 澳洲最吵的鳥 最吵的鳥 應該不是活鳥 活鳥是一牛 好 你要不要學一下Cookabar的叫聲 你學就好了 你就再replay 你就再replay一下我這邊 你先學 你先學我到街那一段 我自己喜歡尷尬 我點的是Ex-Benedade 叫做班乃迪克蛋 對 這種東西在一般的Cafe我還不敢點 它這個黃色叫做Hollandaiso 它是用生蛋下去做的 對 然後它的蛋也蠻生的 所以一定是食材要有信心的店才敢做這道菜 最近真的很多很好吃的 我真的 我點菜點了20分鐘 然後你要吃義大利麵 它的義大利麵應該是這樣講 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義大利麵 不過我覺得 它不知道是不是有中菜爆炒的技術 所以我覺得它炒得比外國人還要香 對 它中間弄了一顆超大顆的干貝 它中間炒了一顆干貝耶 對啊 而且你嗆起來之後 它那個香味就跑出來了 香氣很多 它這個奶油香好香喔 它這邊餐點其實蠻多元化 除了是澳洲吃素藥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些比較中式的飯 跟那個Poke Bell 對 它有那個脆皮豬的酥度 然後還有義大利的拉麵 可是這樣 你知道一般很多餐廳如果坐太多元 你會覺得說好像不倒地 可是它其實都做得蠻好吃的 哇 菲汁耶 而且你看它因為加草莓 啊 被我毀掉了 冬天來有這個草莓控應該會很開心 它有加了草莓的Wiggram 是不是 對 但它完全不會過點 然後 等一下還有一個甜點 所以我們上次點 然後它就露點 不是露點 露點怪怪的 就是它要忘記我們有點 然後我們等了20分鐘 這樣 就有等到有點 呃 還是算了嗎 可是後來還是有讓它上 結果非常驚豔 我們是第一次就是等到生氣 吃完之後又沒生氣 你一直在吃 你一直在試吃甜甜的就是它 巧克力熔岩蛋糕配上 Honeycomb Honeycomb怎麼做的啊 它是那個融化的糖加上Baking Soda 然後下去以後它就會整個 喝喝喝喝喝 因為你有點像是那個蜂巢 所以它叫Honeycomb 對 所以東西不好說 它做出來很容易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他們自己來吃就好 我們要趕快吃 這個東西 你看它整顆在融化 在融化 對 超好吃的 它巧克力不甜 然後配上那個冰淇淋 我就叫你不要再講 我覺得他們自己來吃 你們自己花錢來吃 超好吃的 他快受不了了 嗯 他快受不了了 嗯 他吃的應該要醃 嗯 好吃的應該要醃 好吃的應該要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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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哥有大頭陣 他叫大頭豆哥 大頭 你這大頭 大頭 大頭豆哥 好 等這個結束 來到了 大樹先生 大樹先生呢 是在台灣蠻有名的一家 親子餐廳 他在台北有兩家 在台中一家 他香港又一家 所以香港的朋友 可以去香港大樹先生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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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沒有小孩之前 早餐廳都知道看氣氛好 東西要好吃 然後現在 現在 有小孩之後要早餐廳呢 最好就是一定要有一個這麼大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玩 現在這個是豆哥的最愛 他最愛就是 在洗澡的時候 水 跟撈東西 對 而且這個水啊 它是逆滲透處理過的水 所以是可以直接喝的 你現在去拿一個杯子示範給觀眾看 他說他怕小朋友會喝到水 應該會 所以他們做逆滲透處 可是很聰明 是老闆如果有一天不想要做親子餐廳 這邊可以直接做現撈海邊 我看三點 唉唷 打到我們麥克風 我怎麼覺得他比較像是在做員工 在做的事情 只是在玩 小朋友都是這樣子啊 不.... 啊!!! 唉唷 靜電 我 ringing 什麼 sama 他的頭髮飄起來啦 啊! 現在而已啊 媽媽想要抽滑舌機 結果摔到球池裡 你這樣 我可以把自己打你出頭 球球浴 他這個球池每三個月會換一隻耶 他就是換新的 然後或是他會再去洗這樣子 所以他的球都沒有腳臭味 還是會有你的腳臭味 你剛剛進來了 不要弄給我 你怎麼會把他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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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了好大的力氣 Here's McConnell Can you get it all? Woo! You should win it! 哼 哼 哼 我 狂 他進去了 這個有幾層啦 1、2、3 4層 然後那邊有5層 那邊有五層 它這個如果可以爬到最上面 就表示它已經可以獨當裡面了 我們就可以走開了 它就在那邊下不來的時候 我們慢慢默默的離開 回家休息 真的 現在要表演用這個 真的麻辣了 有點 好像要先洗手 然後要擦一擦 擦在玻璃上 這有洗跟沒洗有什麼差別 它這邊很貼心 是每一個桌子都會給你一個盒子 它裡面有這個圍巾 然後還有藥布 衛生紙 然後還有濕紙巾 有這樣的貼心 它這裡的果汁全部都是新鮮水果打子 而且它沒有加糖 所以就可以很放心的量 它也沒有想要放開的衣服 它自己也喝得很放心 它也沒有要放開的衣服 我這邊應該是要用Timelapse拍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番茄 怎麼會有人先吃水果的 拍習慣 拍習慣 來 番茄 蒜 蔬菜 他們吃起來算是熱炒 調味沒那麼重的熱炒嗎 就是也不是說調味沒那麼重 是有夠的調味 可是它就看吃起來很乾淨 就比熱炒一般來講 吃起來會比較油膩 你想說熱炒吃起來髒髒的對不對 它味道是夠的 它不會說味道很清淡 它小朋友這個番茄片肉的味道 不是清淡的 是好吃的耶 是大人味道 對 是我也會喜歡吃的味道 那你要不要自己叫一盤來吃 而且我也很喜歡這個喵喵 你很幼稚耶 那它的配菜 它是用紫米烘蛋 然後那個青江菜 然後它的烘蛋烘的也看起來蠻濕潤的 不是那種炒到乾掉的那種 然後給它吃吃看 這盤我快吃完了 它裡面有炙燒的雞肉 羅勒油 柚子醋 蝦軟 美乃滋 柴魚 這真的不是親子餐廳該出現的東西 就它走的真的是比較 它的味道很精緻 對 而且吃完會讓你很舒服 你做什麼爸爸 你跟爸爸說 你跟爸爸說 好 好吃喔 它剛才Menu上面還有宜蘭鴨胸 然後還有伊比利豬 一般很多親子餐廳會選擇就是很多渣的食物 對 比較好處理 對 不過難得在親子餐廳吃飯沒有生氣 你是不是EQ太低了 EQ沒有很低 但是節目效果 只好就是 它會慢慢認識你的 我終然覺得就是開這種店蠻聰明的 喵喵喵 因為你晚上你就是把你的小孩子放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你同時賺錢又不用帶小孩 一舉兩個 對 有可能是這樣 可以要問一下老闆是不是這樣子的原因 我們也要開一間 好 我們也來開一間 等我們賺夠錢 你要說謝謝啊 欸欸欸 自顧自的走 你要說謝謝 拜拜 它門口啊 你如果很cheap 我不想要花錢進去玩 它還是有一個沙坑在這裡 你確定這個一般人都可以來玩 你確定這個一般人都可以來玩 它寫說它的那個沙是高爾夫球用的沙 就是比一般的沙坑用的高級 輕輕一碰 完全不沾手 但是有點沾手 欸哈哈哈哈 才兩秒 我們剛剛上車兩秒 對 瞬間 對嗎 所以它最早現在是爸媽休息安眠的時刻 我們頻道現在有很多新加坡 香港 還有馬來西亞的觀眾 所以今天要跟國外的觀眾 介紹一個你們可能不知道的台中名產 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 到底汽車旅館的房型可以多浮誇 這是我們第一次住汽車旅館的嗎 對 第一次 就算不是第一次也要說第一次 哈哈 進Motel欸 第一次check in Motel 有點緊張 有一個很笨的問題 怎麼了 所以Motel的概念就是說 你這樣park進來 別人完全看不到你就對了 對啊 這樣才可以做壞事啊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 鐵券門的開關 我們就要跟外面比試隔絕而已 接下來 這一整棟樓上都是我們的空間 把卡叉這裡 嘿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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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 我在洗澡 快點去抓喔 哈哈 老婆大人來了 出來 哇 各位觀眾 這一整片 而且它有雨澤耶 我們今天三個人就住這一間 好可怕喔 哈哈 它在這裡還有一個這個BBQ的台子 所以你們如果有很多人可以來這邊BBQ 其實這一間房間不是我的首選 它其實有比較時尚低調的房型 可是我為了拍給觀眾看 所以我最終就是很 要走浮誇入見 越浮誇越好 你有看到Sona嗎 沒有耶 這是Sona 哇 哇 蒸氣室 喔 喔 它這邊還有一個沖澡 讓你 遊玩遊可以直接那邊沖澡再進去 什麼 這算是兩人房嗎 這算是200人房 真的超誇張耶 游泳池 KTV 我們去看一下它的遲澡的地方長什麼樣子 這浴缸也太大了吧 超大了 你跳進去 這浴缸 欸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台電視嗎 我晚上就把它放在這裡看電視 然後你家在外面party這樣子 你不要放水然後放沛沛豬給它在這邊看 我覺得它這個環境真的是 它就是你要par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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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種種種 有 那邊那邊你在種種 種種種 種種種 這邊音效還不錯吧 有像KTV齁 我們現在是豆媽 為我們帶來一首 吃brunch 吃個早午餐 跟lunch的組合 就是brunch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早晚餐嗎 什麼叫早晚餐 就是中午跟晚餐 吃的跟晚餐 因為你有brunch 為什麼沒有人吃早晚餐 對為什麼 因為早晚餐不好聽 叫lunner 吃bir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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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